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 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GT库 那么GT库是干什么呢?GT库是用来处理图片的 只要PHP处理图片 PHP处理图片的函数都封装在GT扩产里面 只要是处理图片的函数 都是封装在GT扩产里面 好,GT扩产是用来处理图片的 那么你要使用首先在PHPII中开启了GT扩产 首先在PHPII中开启GT扩产 好 GT在那,默认情况是不开启的 当然我们用的是急证环境 急证环境呢,它默认把你开启了 其实比如说安装那个就是从官方下载下来的 它默认是没有开启的 默认没有开启 但是这个呢是用急证环境 人家那个好人的把你开启了啊 你也要去看一看 这个GT扩是不是开启 那么你要想使用图片的处理 首先要开启GT扩 开启了GT扩以后 开启了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我们打开手册给大家看一看 开启了GT扩以后 你就可以使用Image开吐的函数 哎,就可以Image 有这么多啊 看好了 Image什么意思 图片 这么多啊 只要是Image开启的 都是放在GT扩里面 都是放在GT扩里面 好的 开启以后 就可以使用Image开启的函数 Image开启的函数 好,我所谓接机器给大家看一看吧 好,那么我再说一下 再说一下 我们今天呢讲什么呢 讲的是这个GT扩 GT扩是要干什么的 所说做图片处理的 那么有人讲说老师 图片处理 那我今天 说项目里面有没有用到图片处理呢 你看啊 验证码是不是 验证码 除了验证码以外 赏图像 图像赏图像以后 你把它省了一个缩裂图 你要不要把它省成一个缩裂图啊 就是一个大图 一个图很大 你把它变成一个小的缩裂图 缩裂图 缩裂 这个不知道吗 不知道 缩裂图 我看有同学可能不知道缩裂图 就是你一个很大的图 知道吗 你挑小了 说完之大 说得下了 按比例超小 好了 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 这些东西的操作 只要对图片的操作 都是通过GT扩来做的 通过GT扩来做的 那么开心以后 房子里面就开头了 都在GT扩里面